农村巴巡老夫自称具有神奇能力 传言神医转世 能治百病 医院都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 在他这里要到病除 究竟是真的有灵异事件还是一场骗局 这件事的真相又到底是什么 本妻子牙同去八荒齐文录 就带你一起了解一下李绍英老太的故事 眼前的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就是李绍英 眼前这个村叫做土包村 里面大约有五百多户人口 而且大多数都是老年人 传闻在这个村 他是这里赫赫有名的神医 那么他究竟是怎么个神奇法呢 记者专门来到村里 找了几个村民了解情况 村民们一听说是要来问李绍英的 立刻争相介绍他的情况 这个时候 有村民神神秘秘的说 他曾经帮一个已经去世三天的人 起死回生了 当时这件事大家都知道 那个村民得了肿瘤癌症 医院说他病入膏肓 无法治疗了 于是家人把他带回来 躺在床上 奄奄一息之时 李绍英过来看望过他 并且给他吃了一副药 说药是自己煎的 后来这个人躺在床上 已经断气三天了 家人便含泪帮他入土 可是就在这时 他的眼睛突然睁开了 把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 大家把他从棺材里抬出来 他又活了三个月 三个月后才死的 这让大家都纷纷猜测 是李绍英的神药有着起死回生的作用 李绍英突然出现 治病救人莫不是神婆下凡 从此以后 村里很多人得病都去找李绍英看病 他在看病的时候会念某种咒语 手里还会施法术 只有这样才会有效果 可是这世界上并无鬼神之说 他的这些咒语 会不会是自己弄虚作假 骗人的手段呢 可巧的是 他也每次都把病治好了 很多村民去镇上医院看了许多次 花了上千元检查费都没治好的病 在他这里 只需要念上咒语 法术一师就可以得到根治 实在是太神奇了 听到这里 记者心里有些诧异 村里人为什么会不相信医院的医生 转而要相信这样一个神婆呢 会不会这些人就是这个老太太请来的托 为了验证这个事情 记者小组决定找个自己人来亲身试验一下 刚好跟拍的摄影师有着多年的老胃病 于是就找到李少英让他治疗一下 只见李少英一顿操作 像做法一样 紧接着对着摄影师的肚子吹了几口气 转身从屁股里掏出了两颗白色药片 念着咒语让摄影师吃下 过了半天 到了晚饭时间 摄影师吃下药后 真的感到胃部没那么痛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白色药丸又是什么东西呢 记者找到专家 专家在李少英家环视一圈后 在后院有所发现 后院种植了许多植物 其中有一种植物叫做蛇媒 蛇媒是一种中草药 在医学里有着解毒化瘀 消肿的功效 李少英给别人开的药 就是用这个做成的 那么问题又来了 李少英老人大字不识 他是怎么认识这些植物 还有医药知识的 所谓的神婆又是不是真的呢 记者找到李少英老人的亲人了解情况 原来他的父亲和爷爷 曾经都是老中医 李少英从小耳濡目染 也学会了一些医学知识 那么他又为什么会念一些 奇奇怪怪的咒语呢 莫非他是在梦中 受到了父亲爷爷的指示 这是心理专家 在找到李少英老人的情况后 给出的答案 原来他在年轻的时候 因为是女儿 所以没有选择继续上学 而是早早嫁人 成为了一名农妇 在后来的丈夫英年早逝 而女也都离开家乡在外定居 李少英老人可能是心里有执念 自己没能在当年选择学业 成为一名医生 所以时间长了 日复一日给自己洗脑 自己就是神婆 还有那些所谓的咒语 也完全都是自己编造出来的 为了满足自己当年的遗憾 他之所以被渲染成为神医 是因为有些草药 确实能达到缓解症状的效果 而且大家也对他深信不疑 所以有些时候是心理作用的夸大 感觉是要到病除了 在了解到这些以后 大家才恍然大悟 但毕竟人命关天 村民们有病还是需要去正规医院看 而不能依靠李老太的偏方 李少英老人治病救人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没有经过科学知识的论证 这样的做法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最后在记者和亲戚们的建议下 李少英老人来到了医院进行心理治疗 希望一段时间的治疗后 他的心理疾病能有所改善 看完这个故事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留言评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 都能够 那一句子 一年